你想过人可以在水下穿行吗 这是正常人不慎落水中的反应 即使是熟悉水性的人 在水里也不好施展拳脚 在我们的认知里 大海下面全都是水 正常的人完全沉没在水里 想要正常行动和呼吸都困难 那怎么还能在水下建造工程呢 一不小心那不就渗水了吗 所以那些海底隧道 是用什么方法建造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科普故事 想了解更多有趣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去过长沙的小伙伴 都应该去过橘子州吧 这是一个位于香江中间的水上陆地 曾经的伟大领袖毛爷爷 曾在庆元春长沙中提到的橘子州头 橘子州也因此名声大告 之前人们想要去橘子州 只能开车经过天桥 然后到达 但是在2013年建成的长沙2号地铁线 直接解决了去橘子州的难题 因为这条地铁线就专门有一站 是在橘子州 人们可以直接在岸上坐地铁 然后穿过香江到达橘子州 当时很多人就讨论 这地铁是怎么穿过香江 直达橘子州的呢 要知道这条地铁可是修在水下啊 水可是无孔无路的东西 难道不会进入隧道吗 其实早在2005年 我国就已经开始建造 国内第一条海底隧道了 就是位于厦门的祥安海底隧道 隧道的修建和立交桥 是一样的目的 都是为了节省地面空间 最大程度缓解交通压力 方便人们的出行 可是立交桥毕竟还是在陆地上 没有那么多条件限制 可是身在海底的隧道 是如何修建的呢 你知道海底隧道是如何打开的吗 《仙剑七侠传》里 有一个画面 徐长青和子萱 在一阵比比画画师法之后 海面出现一条 轰往海底的路 然后一帮人 就从这条路 进入了海底城 你也许会说 是不是拿我当三岁的小孩子呢 这是神话电视剧 这种方法也能信吗 没错 这是仙侠故事 所有的招法都是虚构的 但是小编想说的是 咱们中国的工程师 也可以堪比仙侠 因为他们也创造了 修建海底隧道的方法 并且我们现在 实实在在地正在使用 第一种方法就是陈管法 其实从名字就不难看出来 就是把专门制作好的管道 陈放到海底的指定位置 然后进行摆放 不过这可不是 一节管道就可以完成的 是将所需要的管道 一节节拼在一起 就像一段段绳子 手尾相连 连成一个长的绳子 这个方法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拼接管道与管道之间的连接处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有漏水的情况发生 所以往往会在管道下沉前 就把管道的两端进行密封 然后拼接好之后 再将密封拆掉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隧道 管道放置好之后 还会在管道的上方和外侧 用碎石进行覆盖 就是为了防止管道上浮 保证隧道的安全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 河床稳定 水流较为平缓的海底环境 如果水流很急 就不利于管道 乘放运位 而且前期工作 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 通行后隧道的安全 五国著名的港珠澳大桥的隧道 就是用33节管道 拼接而成的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 城管隧道 那么其他建造海底隧道的方法 是什么呢 在满是水的海里 要如何建造隧道呢 第二种方法是钻爆法 也叫做矿山法 这种方法 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其实也很好理解 与原来人们挖隧道的方法 大同小异 不过这个不是人工 而是使用炸药 首先用炸药 炸出一段距离 然后把碎石清理完 最后将清理好的这段隧道 做好秤气 继续往前炸 然后继续清理碎石 这样循环往复 就形成了一条隧道 当然这中间还需要经过 专业的评估和测量 这种方法虽然操作便捷 对环境的要求也相对较低 我国第一条海底隧道 厦门祥安隧道 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这条隧道让跨海不再困难 给厦门的经济发展 带来很大的作用 还有两种方法 就是挖进机法和盾勾法 这两种方法 都是利用机械直接向前推进 不同的是 挖进机法 适用于周围炎石 比较坚硬的地段 而顿勾法适用于软土地段 并且还会在挖掘的同时 自动拼接混凝土管片 将已经打好的隧道支撑起来 防止坍塌 当然这些方法并不是单一使用 在海底隧道挖掘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不同的地质情况 施工人员往往会根据施情 对施工方法进行交替使用 最大程度的在保证安全的同时 减少施工难度 这就不得不说 基建狂魔们真是智慧无穷啊 也许你会问在海底隧道通过 能不能看到海里的生物呢 其实海底隧道和我们参观的海底世界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海底的水压很大 这种艰巨观赏和使用价值的透明海底隧道 目前还只能靠我们后期不断的努力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